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今天到了星期五 我们对话韩仁时间 今天我们避不开了 一定都要讲讲美国大选 韩仁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大选 因为现在进入了提名期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先后举办全国会议 民主党刚刚举办完新鲜出路 正式 虽然我们都已经是大家都知道 是哪两个出来政府总统答档 但现在正式接受了提名 就是拜登和何锦丽的 你和我们讲讲一下 你觉得拜登今次的机会 能有多大呢 如果是硬硬一定要有个百分比的 我认为 百分之五 对百分之四是五 拜登赢 但是明天的事都很难估 不要说大概三个月之后是怎么样 尤其是在美国现在那种民意的飘忽 什么可能性都存在的 但是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似乎拜登的机会就大很多 大一点 那这个其实不是拜登有多大料 有多好东西 事实上就是 特朗普做得太迷了 跟上一次的报线差不多 老实说如果讲到做总统治国 特朗普是我见过的 真的最差的 以前小布殊的时候 觉得他这个人 又保守又不够聪明 又性格又比较偏激 所以他是最差的 谁知道从来没有最差 还有更差的 总之就是 这次拜登 一个非常老资格的政客 我曾经听过有人说过 在80年代说过 美国欠拜登一个总统 那时候拜登的年轻 在参议院里面非常资深 非常有影响力 所以有人曾经这样说过 但是拜登给人一个印象 尤其是这几年老了些 有一些不够聪明 但是他遇到一个好时候 刚刚就是特朗普做四年 出了一个2020年 对特朗普非常不利的留年 最重要的当然是新冠病毒 疫情一出 特朗普就应对不利 其实他不是说不利 其实就是完全错误 走错了方向 搞到现在美国的疫情 一刻糊涂 在这个时候 要竞选 对拜登来说 基本上可以说 躺在那里都会赢的 属于一种这样的状态 如果民主党出一个 年轻一点的 聪明一点的总统 基本上不用打了 一定会赢的 但是拜登有自己的弱点 年纪比较大 但是 时势好 所以我就比较看好民主党 拜登 刚刚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 发表演讲 接受提名 我看过一下 他的演讲 我觉得 他并不是 真的并不是老到猛 还是有一定的智力的 首先 就是他 整个演讲 基本上的主调 非常明确 就是抗疫 所以 现在美国的疫情搞成这样 全部 主要都是因为 特朗普这个 坐在白宫里面 美国最有权势的人 制定全国抗疫方针的一个人 根本性的错误 根本性的错误 如果被他继续再做四年 必然会重复这种错误 必然会越走越远 那条路错得越来越离谱 所以 必须要 这个人 至于他的副总统答当 我们讲过了 何錦麗 少数族裔 妇女 年轻 年轻 五十多岁 好打得 好像林郑那样 好打得 零雅尼茨 对特朗普 完全不会施舌 甚至我个人觉得 他如果和彭斯辩论 基本上他是赢了 所以 民主党今次 处于一个 在我觉得 历史上的一个 非常有利的地位 如果今次 民主党都不赢得到 那就 我看 真是有牌不行 今年对特朗普来说 就流年不利了 一出疫情这件事情 跟着的连锁反应 就是经济衰退 小不免也都会影响了 国内的 族裔对抗的这些气氛 会更加强烈 所以现在 目前 美国最面对的最严重的三个问题 疫情 经济 和续越冲突 全部被特朗普撞到 撞了 这个不是特朗普个人的 衰远 我认为 衰远 我认为 这个是 就是 美国 發展到 现在 会有这些 危机出现 这个一点都不出奇的 问题就是在于 如果是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有一个正常的人来做总统的话 他会采取一种比较平和的 传统的 证明是有效的 这样的手法 来处理这些问题 如果是遇到一个 比普通的总统还要省一点的 他可能会更加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这样的时候 那个情况 起码不至于那么坏 但是你很坏不坏 就撞着一个特朗普 特朗普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是自恋 非常之自恋 不是普通的自恋 是特别的自恋 总之你听他说话 他就是 比上帝更聪明 一个人可以打坏全世界 总之这个世界没有了我就不行 是一个这样的人 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在生活里面 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你是真的不会和他做朋友的 但是一个这样的人 公然 坐在白宫 占据了在美国最有权势的人 他还不是只能说一个说字 而是真的 摸手摸腳 走去做的 只不过做的 都是向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做 所以美国现在才搞到这样 在四年以内 甚至在一年之内 断头直下一个断崖式的打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他都还能够赢得未来的四年的话 现在差不多可以说 就是 我觉得 T真的在玩美国 嗯 好了 拜登在接受提名里面 他也透露 他说了 承诺了 不是透露 他承诺说 他当选之后 会首先去控制疫情 否则会处理这个疫情 其实这个讲法 有没有加分作用呢 因为到他当总统的时候 就是明年一月了 对他 嗯 现在肯定就是 我觉得 现在 他说的这个时候 肯定是有作用 有正面作用 首先 就是 疫情不能够 在11月初 你就搞得定了 现在看来 未必 就算是现在这几天 那个确诊数字 每天的确诊数字 似乎有些下降了 但是 都是降到5万左右 就是从曾经最高的8万 啊 降到5万 但是都还是维持着5万 那 死亡的个案例 每天都大概是一千 所以 在未来这七十几天 能不能够真的控制得住呢 我觉得 可能性極秘 所以 是 现在 读着特朗普的抗疫表现 来到 做话题 这个是民主党聪明的地方 在 如果 去到 明年的1月20日 民主党新总统 上台了 我相信到时 抗疫 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想一下 到现在 中国呢 大概在 1月底 就开始发现疫情 到3、4月 是最高峰的时候 到5、6月 才是基本上控制住 但是到现在 8月了 甚至已经到8月下旬了 中国呢 都还是 对这个问题非常小心 刚刚都还出现过 北京 新疆 辽宁 都还出现过 这几个地方 出现另外一波 虽然比较快地控制住 已经连续几天 没有本地案例了 但是 都还有每天 都是十几二十来的 外面输入的 所以中国 这样都还这么小心 老实说 刚刚前日 是吧 昨天 武汉开了一个水上大派对 我都在这儿担心 虽然武汉人 就似乎 表现得很有信心 什么都不害怕 大家一起在池里面浸水了 但是我看到那些人 我都还有一点担心 所以 美国你想要特朗普 能够在这三个月里面 三四个月里面 能够完全控制住这个疫情 这个 根本不可能 所以新总统上台 我们假设 民主党的新总统上台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美国和中国不同 有很多 譬如隔离 这些这样的居家令 戴口罩 这些这样 但是有纪律性的 强迫性的 这些做法 在美国也是比较难以做得到的 嗯 所以在整个复苏的过程里面 就是搞定这个疫情的时间 相信会比中国要强一些 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